讀读书 有找到几位好朋友是愿意来试着 透过我的机器人 然后分享一些所谓的画剂 那我现在的画面呢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Night Check Bar 它主要就是躲在一个群组里面 然后可以读这个读墨这个画剂分享的格式 所以今天邀请到了两位朋友 一位是Eva 她愿意就是透过她的手机版的读墨 然后分享一句话 现在的你有多少是真实的你 多少时间自己做主 来自出走是为了回家这本书 那另外有一位就是下午出现的Catty Catty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迷路到我房间 我那间不是主动来找 那我也很兴奋的就是跟她分享 有这么样的一个Cat Bar 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画剂这件事情 那她也就是找到一本 《番茄中工作法》的书 然后把一句话分享到这个群组 那《向途读书》呢 就是在目前在slag上面 里面有这个17Yoga这一个频道 然后欢迎大家是可以把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句子分享到这个频道 那后面就有机器人会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会帮你转化成YouTube影片 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有机会被一些人看到 像八天前有一句话 我画的《革命就从吃真实户开始》 它目前有2000点月 所以这种很奇妙的偶然跟演算法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点影响力 然后也邀请大家也可以到这个 我也把我的画剂的内容呢 分享到HackMD的一个 这个叫做应该是团队版的HackMD 对那有很多的话剂 大家这边也可以检索得到 那17Yoga这个网站呢 则是我自己架的一个网站 那上面的句子你点进去的话 就可以连到这本书的电子书 所以是有助于大家可以去购买这本电子书 对 还有各种的串接 像是贴到GIST啦 或者是Github的一书啦 都是我觉得 反正各种的 有办法让我存资料的地方 我都尽量去存 然后是希望 书本这种人类文明的智慧呢 是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储存在网路上面 也在各种的偶然下被人接触到 然后有一些新的体会 或者新的感动 或者是引发一些新的行动 这些事情都是让我觉得非常雀跃不已的 包括我现在都会在脸书上面去分享这些 自己觉得很触动我新的生活经验 然后目前呢 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 我都会邀请一群喜欢读书 或者是在生活中有一些新发现的朋友们来聊聊 自己在书本以及生活经验上面 共同的新发现章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 slack channel去找到我们的 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的这个线上会议的连结 有看到阿婷呢 有继续分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 那就是也欢迎大家可以 有在用读墨或者是没有的话 都可以透过这个分享格式呢 贴给机器人去扩散 应该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对这个目前比较夸张的就是YouTube 就是他就莫名其妙扩散出去 还有更多的灵感呢 其实也有带大家一起来去提供 所以我都会三不五十上一下 slack 然后还有脸书的社团呢 也是提供大家习惯用脸书的 在脸书上面去分享自己 觉得很美好的一些句子 以及自己生活经验 那在我们的line 也会有一个群组 是让大家交流 就是习惯用脸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大家生活中有感动 就不必把自己局限 一定要在哪个平台上 而是在自己的习惯平台去感受到 人们觉得感动的事情 然后也透过这些感动来 让自己生命更有动力 我过去去年有提案是关于身体的 或者是关于ADHD过动症 总之我有各种直觉 以及想要 期待后面还有机会跟大家交流 谢谢大家 好那谢谢Fly 好那 我